国民党南投市民众服务社 长期以来为了帮助地方弱势族群 或者在上葬极难的方面有困难的家庭 都与北部多个慈善单位合作来共同帮助他们 日前服务社也发放救助金 共计20位受惠 先远泽泽研石学院也到场协助 并期望借此抛砖引玉 有更多善行人士或企业团体一同响应 将温暖传递下去 今天是我们南投广东部 在发展这个官务部署 今天总共有差不多20个 都差不多金额 成就五千 五千一万 到三千两万 这个就是将温暖输送给需要温暖的人 这笔钱也是我们社会大众 一些企业家捐献的 这个捐献就是 就是帮战比较辛苦的人 今天我们所有帮忙者 会记得说医药 如果我们的需求 还是我们本身 做到执行的时候会记得回馈地方 大家互相的帮忙 让我们的社会更稳乱 仙运时学院表示 先让感谢各个慈善单位 及民间团体的爱心 仓气来与服务社来合作 救助许多清寒家庭 也期望就有这样的方式 能够换起地方成功人士 或者三清企业一起忠视 帮助他们 那这次学院 我们在平时服务当中 遇到很多清寒的家庭 也遇到很多家里面 就是有人过世的往生 甚至连我们的这个伤脏补助 都没有办法凑起来的这种家庭 所以我们遇到之后 都会帮他们从 透过国民党党部 来向红化基金会 来做一些棺木补助 甚至急难救助 那我想说 红化基金会这样的一个 辅助弱势的一个行动 希望可以说 让唤起地方上很多的民众的爱心 也有一些有成就的社会人士 可以一起来投入这样的一个公益 红民党南投市民众服务社 长期针对地方弱势族群 在上葬极难等方面 都会协助需要帮助的家庭 先议员这阵言 史玄艳也期盼 未来这些受帮助的家庭 若有能力 也一定要回馈地方 将温暖散播出去 记得中文最南投采访报道